好言难得,恶语一诗 一言济出,四马难追 好言难得,恶语一诗 一言济出,四马难追 好的话很难想到 恶语的话却容易说 一句话说出了口 即使成四匹马也难以追回 一个人说话要谨慎讲信用 有一栽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荫 有一栽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荫 山穹水尽已无路 柳暗花名又一村 山穹水尽已无路 柳暗花名又一村 有一栽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荫 山穹水尽已无路 柳暗花名又一村 特意去种的花 常常不肯开放 而无意中插下的柳条 却长成一大片柳林 有些事情啊 一时感到困难 重重无路可走 但如果能够坚持下去 尽力而为 往往就会前途光明 是宽则远 是微则变 是宽则远 是微则变 见风使法 要有实践 见风使法 要有实践 是宽则远 是微则变 见风使法 要有实践 情况缓和时 能处理周全 事情危及时 能随时应变 应付事物 要随事情的变化 而变化 关键是 要有高明的见识 和果断的决定 处父跪地 要经年贫贱的痛痒 处父跪地 要经年贫贱的痛痒 当少壮时 需体念衰老的酸心 当少壮时 当少壮时 虚体念衰老的酸心 自己富贵了 还得多关心 怜悯贫贱者的艰难处境 年轻的时候啊 就应当多体谅 衰老者的心酸 无师小慧而伤大体 无界公论而快思情 无师小慧而伤大体 无界公论而快思情 无以己常而行人之短 无因己拙而技人之能 无以己常而行人之短 无因己拙而尽人之能 无师小慧而伤大体 无界公论而快思情 无以己常而行人之短 无因己拙而尽人之能 不能用小恩小慧来白坏大事 不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 来图一己之力 不能用自己的长处 去挑剔别人的短处 不能因自己无能 而嫉妒别人的才能 贪爱沉溺及苦海 利欲赤然是火坑 贪爱沉溺及苦海 利欲赤然是火坑 随时默起屈时念 脱俗修存较俗心 随时默起屈时念 脱修修存较俗心 贪爱沉溺及苦海 利欲赤然是火坑 随时默起屈时念 脱修修存较俗心 贪爱无节制 必然入苦海 功力心态强烈 等于入火坑 顺应时势 而不能蒙发 趋炎复势的念头 自己脱离了俗气 不必存心 去强行纠正习俗 无病休闲兽 身安莫怨品 无病休闲兽 身安莫怨品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人心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人心 无病休闲兽 身安莫怨品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人心 无病就是福 别嫌身体瘦弱 一生只求平安 莫怨自己贫困 不求事事顺心意 只求做事无愧于心 尔孙自有尔孙福 莫与尔孙做牛马 尔孙自有尔孙福 莫与尔孙做牛马 尔孙胜于我 要钱做什么 尔孙胜于我 要钱做什么 尔孙不如我 尔孙自有尔孙福 莫与尔孙做牛马 尔孙胜于我 要钱做什么 尔孙自有尔孙福 尔孙不如我 要钱做什么 尔孙的将来 要看他们自己的努力和福分 做长辈的 不必为他们过多操心和操劳 尔孙比我强的话 他自会挣钱 没有必要寄钱给他 那尔孙不如我的话 留钱给他 反而害了他 留给尔孙的 应当是生活的本领和精神财富 偏听则案 兼听则明 偏听则案 兼听则明 耳闻是须 眼见事实 耳闻是须 眼见事实 偏听则案 兼听则明 耳闻是须 眼见事实 听取片面之词 容易受到蒙蔽 听取众人的意见 才能明白事理 而听到的又不如亲眼看到的可靠 入 为 布 金 天下墨于乳争能 入 为 布 金 天下墨于乳争能 入 为 布 法 天下墨于乳争功 入 为 布 法 天下墨于乳争功 入 为 布 金 天下墨于乳争能 入 为 布 法 天下墨于乳争功 不自夸 天下就没有人与你争高下 不自大 天下就没有人与你争功劳 尽量